突然發現她的吸血管指數有爆表的狀況 讓挑嘴的媽媽還可以吃得開心又健康 嗨 大家好 我是Mai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有一個超級重要的消息 要和你們公告 就是我籌備一整年以上的蛋白質越賣脆片 終於要上市開賣了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過程 因為一開始是一個很粗略的idea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燕麥的人 但是我在台灣我一直找不到能夠符合我的標準 要嘛就是油耗味太重 要嘛就是不夠天然健康等等 直到我遇到了喬拉燕麥 我覺得他們的granola的口感真的是一級棒 但是我一直覺得它的蛋白質比例可以再高一點點 所以我就抱持著這樣的想法 然後想要跟他們溝通一款我們雙方合作的產品 是可以去提升蛋白質比例 甚至可以減少糖分更符合大家的需求 在今天的影片我就想要跟你們分享這款產品的口味 然後還有這一路來的心路歷程 跟我直接去雲林的房廠體驗 那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那現在呢直接進入吃貨妹的開箱時間 那這個crunchy granola我們把它全名叫做 基能量燕麥卡茲 總共有兩個口味 第一個口味是椰糖口味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所喜愛的巧克力口味 我們有三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就是天然 也就是我們堅持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劑 還有人工的色素 一切都是用最天然跟自然的原料去製作 而且我們是採用植物蛋白 就是我們刻意去國外進口蛋白質比例很高 素食者可以吃的植物蛋白 健康層次上面 因為我們希望它的營養素可以再漂亮一點 所以每一包的蛋白質比例有到17%到18%之間 我們也有刻意做減糖大約8%的比例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各位吃貨最在意的 就是它是否美味呢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我們是採用低溫烘烤 讓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酥脆 對所以以上三個訴求 我覺得這也非常的符合我長年以來在社群平台所提倡的飲食的觀念 那首先這是基本款的椰糖 為什麼要用椰糖呢 因為椰糖它被證實吃起來最無負擔的糖 所以很多在進行減肥的人 他們會採用椰糖去取代一般代倉食品會使用的甜味劑 色澤的部分 它是呈現金黃色很漂亮的樣子 那每一塊拿起來就大約是一到兩口可以塞進去的這個大小 一開始入口的口感是非常的酥脆 然後接下來會有一股尾韻的甜 因為我們在製作過程中就是不僅有加燕麥 它還有加南瓜籽跟果乾的成分 所以口感是非常多層次的 然後也可以吃得出烘烤過後的那個香氣 那我會說整體糖分的比例絕對是比外面賣的Granola還要再低不少 所以其實我覺得吃起來是非常的不膩口 然後很清爽又美味 接下來呢就是各位吃過最愛的巧克力口味 那這款巧克力口味它是用椰糖口味作為基底 另外加入了海鹽然後還有水滴型的巧克力 我個人是覺得這款太過好吃 先讓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有滿滿的巧克力對吧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呢就是也會灑一些海鹽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一些甜鹹的絕妙滋味 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的口味一直蹦開 可是你並不會覺得這一款甜膩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它是用比較不甜的椰糖口味作為基底 然後中間我們用一些巧克力跟海鹽作為一些點綴 所以在口感上面它會更帶有一種甜鹹的一種絕妙的好滋味 嗨 我們現在來到位在雲林谷坑 巧拉燕麥的工廠 現在要做一個工廠直擊 Let's go 哈囉 嗨 二姐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巧拉燕麥的創辦人 還有製作出那麼好吃燕麥的幕後工程 就是我們的二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巧拉燕麥的二姐 我是沛琪 今天很開心可以帶妹一起來 我們巧拉燕麥的工廠來做一個體驗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始吧 Go 我們生產線其實控管得非常嚴格 所以只要經過我們的管制門 才可以進到我們的產區裡面 這邊就是我們的清潔消毒室 那我們進去之前呢 都一定要著妝 然後戴髮帽 經過洗手消毒 才可以進到產線裡面 妳的自己好像蠻可愛的 有看過像我這麼性感的 這個生產的製作人跟媽 來個時尚走秀 那現在呢 我們來到混料區 那今天非常榮幸呢 二姐呢 她即將要帶我去體驗 好吃的巧拉燕麥的製作過程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先來從 從椰糖的口味來開始先做 現在換我了 該我上場了 換你了 加油 現在要開始製作海鹽巧克力的部分 已經沒有分別讓他們 一刻做什麼 找我做甚麼 我去看不懂 我去看不懂 你看不懂 你去看不懂 但我去看不懂 然後最後再吐露乾燥機跟脫眼鏡 OK 美輕手試做的一包一千塊 美一包前個名 然後拿到前面幾包就對了 今天美非常榮幸的可以體驗到喬拉燕麥的手工製作過程 我深切的感覺到任何生產的細節都要經過層層的法官 才能提供給大家吃的美味又安心的產品 嗨 大家好 我是美 今天美非常榮幸可以來到喬拉燕麥位於雲林的工廠 並且體驗手工燕麥的製作過程 今天邀請到喬拉燕麥的創辦人二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喬拉燕麥創辦人二姐 我叫佩琪 今天美準備了五個問題想要詢問二姐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要請問二姐喬拉燕麥的創作背景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要追溯到好多年前 那媽媽因為她非常喜歡喝咖啡 幾乎每天會喝兩到三杯的三喝一咖啡 那因為咖啡裡面它其實含有奶精 那這個成分就讓她在一次的健康檢查中 突然發現她的心血管指數有爆表的狀況 身為食品科系的我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燕麥然後把這個東西做的美味又好吃 讓挑嘴的媽媽她可以吃的開心又健康 我想請教一下為什麼會給媽媽建議吃燕麥呢 吃燕麥是不是有一些好處 其實燕麥呢它是一個非常神奇的食物 那它裡面其實含有一個成分叫做燕麥膚皮 燕麥膚皮裡面它有高達95%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這個成分呢它其實是像海綿一樣可以吸收我們體內的髒污 然後透過代謝的方式把髒東西代謝到體外 還有另外一個成分它就是不可容性膳食纖維 那它其實就像一把刷子一樣可以幫助我們的腸道清掉髒東西這樣子 那通常我們講裸食燕麥又是什麼意思呢 OK 裸食燕麥其實當初會這樣秘密 也是希望用最自然的方式吃最天然的食材 所以我們其實跟外面一般的燕麥的差異是 我希望就是把燕麥做成整個是片狀的 燕麥上可以看到滿滿的燕麥顆粒的原貌 所以吃起來是非常天然而健康 也回想起一年多前 所以我非常熱切的想要去開發提升高蛋白質比例的燕麥片的這個計畫 那當時候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然後過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其實我非常開心可以接受到這個情託 因為我本身就很希望可以收到開發機能性產品的這個案子 因為以前呢 在美國本身也是開發這類型的產品居多 第二個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妹的小粉絲 那剛好生完第二胎的我呢 幾乎每天都在看妹的健身頻道 也是算是邊開發然後邊想 邊運動的過程中 對 好像真的有這個蛋白質的這個需求在 那你那時候跟著我運動有成效嗎 有 有 對 我剛剛是不是卡一下 有 那因為你有提到說 這是你第一次開發有加大豆蛋白的燕麥的產品 那想必跟以前 喬到燕麥的基礎配方是很不一樣的 那在研發的過程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其實開發高蛋白這一支產品啊 最主要最關鍵的原料就是蛋白質這一塊 那因為大部分的產品要把蛋白質提高到很多的時候 它的口感味道都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 所以在原料上的選材我們都會特別用心 盡量用更高比例 但是以不影響口感為主去做開發 所以這原料我們也是千辛萬苦從國外引進來 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樣有體驗過很多 標榜高蛋白的零食啊或者是不同的產品 可是都會覺得好像有一點不太健康 不太天然 然後蛋白味又有一點重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歷經多次打樣跟調整 才開發出一款可以兼具美味又同時 顧及到營養素的這個產品 那下一題呢我想要請教一下 為什麼喬拉燕麥可以那麼的好吃 好 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從選材上呢 就非常非常的用心 然後在製作過程中也層層把關 那其實都是希望用手做的方式 把每一片燕麥做出有手感的溫度出來 可以把這個最美味的感覺帶給大家這樣子 你知道很多被我推坑的粉絲 你知道他們反而會攝取過多 因為太好吃了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只吃兩三片 其實我有收到蠻多的這個建議 做得太好吃也是一個困擾 好那最後一題呢 就是我們千辛萬苦呢 終於共同開發出這個 基因能量燕麥卡茲 那二姐對這款產品的期許是什麼 這一款呢其實算是我跟MAY的第一個小寶寶 其實我是希望可以 透過自己對於產品的堅持 對於品質的堅持 然後再結合MAY對於飲食的一個健康的理念 然後把這個更美味的東西帶給大家 再來看完今天的影片 是不是很想要趕快嘗到這款 基因能量燕麥卡茲呢 那這款產品我們即將在11月底的時候 正式的上架 那會在11月的下旬 做一波比較優惠的早鳥預購 並且上架在我們MAY的品牌網站 那不僅是台灣的粉絲 海外的粉絲也可以購買唷 那我會把連結還有明確的資訊 丟在下方的資訊欄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